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好 妈妈 妈妈 我想你了 小朋友 你打错了 我不是你妈妈 你就是我的妈妈 爸爸 喂 妈妈 你先为什么要把我的电话挂了呀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小朋友 阿姨很忙 没生陪你玩 喂 可是 我考试考了一百分啊 我不认识你啊 你考不考一百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过 我考试考了一百分 你会给我买我最喜欢的玩具 我发现你这小孩挺有意思的 你教大人就这么教你的吗 对不起 不是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我不是你妈妈 我不是你妈妈 你怎么老要不打电话呀 喂 你好 不好意思啊 给你打电话的是我的儿子 这我就得说你了 孩子找妈妈 你怎么老是给我打电话呀 她妈妈 她妈妈去天堂了吗 她妈妈 她妈妈 她妈妈在打肝出生的时候 就难产去世了 你在哪 你在家 我说你家在哪 好 我马上过来 来 爸爸 我梦见妈妈了 宝贵 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了 真的吗 真的 请问你找谁 我是孩子的妈妈 她不是打电话告诉我 她考试得了100分吗 我给她买了个娃娃 妈妈 妈妈 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当然是啊 你不是打电话告诉我 你考试考了100分 我特意啊 给你买了个娃娃 等过几天 妈妈有时间了 再过来陪你玩好不好 好 你先去玩玩去 跟爸爸说几句话 好 坐吧 来 我想说 那么多人电话号码 他怎么就拼拼拨出我的号码了呢 那是我随便包的一个号码 对不起 算了吧 没事 是啊 这是一种原状版 那我就先走了 美女 等一下 你给孩子买玩具的钱 我还没给你呢 不用了 实话跟你说吧 我也是啊 单亲家庭展览的孩子 能理解孩子想妈妈的心情 如果孩子想妈妈了 记得我打电话吧 谢谢 谢谢 爸爸 妈妈走了吗 是啊 妈妈说 以后你想她了 就给她打电话 好不好 好 好 小凯 休息呢 是啊 跟你说是 什么是 你说 我看老板辞职了 回去之前过来看看你 为什么 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怎么不干了 一言难尽啊 我妈生病了 我得回去照顾她 下午的车就误会你多说了 那行吧 谈联系 这个 这个 手持人借你的钱 现在还给你 兄弟啊 这钱啊 你先拿着吧 不急着还 阿姨都生病了 需要用钱的地方多整 你家里的条件 我也知道 小凯 这个钱我不能拿 你就听兄弟的 这钱啊 你拿着 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 你再还给我 记住 我们是兄弟 像我这种没文化的 除了在工地上做苦力 还能干什么 再说了 这钱对于我来说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兄弟的感情 回去了以后啊 有机会好好地学一门技术 好的 小凯 谢谢你啊 那我先走了 好 多保重兄弟 你也一样 你好 快递 你好快递 哎呀别敲了 我家孩子在睡觉了 我上面不是备注了吗 不能打电话 不能敲门 你没看到吗 你是不是眼瞎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别吵了 别吵了 你那声音不比敲门上还大 再说了你 小凯 怎么是你啊 静哥 这 这是你家 是啊小凯 咱们都这么多年没见了 快进来坐吧 哦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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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其他快递要送 我先走了 等一下小凯 试试 赶紧去家里面拿两斤块钱来 当年我妈生病的时候啊 就是小凯给我拿的钱 拿什么拿 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家孩子动手术 手术费都还没凑勤呢 你还让我给他拿钱 你有病吧 行了 静哥 我先走了 有时间啊 我再过来看你 试试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难道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 小凯是怎么帮我的吗 是我献他的钱 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给了 你还不怕 我还不怕 你还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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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还不怕 我่能把这个袋子 我还不怕 我还不怕 你以前 但恶不怕 你爱你 但是你也不怕 你还不怕 我还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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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里 嫂子 怎么 我来拿钱来了 行 你等着 我给你拿钱去 不是 嫂子 你误会我了 我从老家带来一点土特产 给你们送了一点过来 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走了 谁啊 那个好兄弟给你送过来了 哦 湿的 诶 这是什么 兄弟 这人卡里有五万块钱 密码是卡后六位数字 先给孩子看病要紧 这一话我们就三年没见了 兄弟 我恭喜你成家了 你现在的生活虽然有些不如意 但是比起之前的苦日子 那真是强的太多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出现 造成你家庭的矛盾 记住 我们是兄弟 无论贫穷富有 我们永远是兄弟 不管未来的路有多艰难 我永远支持你 兄弟 加油 这小剑啊 对不起啊 没事 这钱啊 等以后有了 一定要还给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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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